中華棒球代表隊正中午持續苦練 業餘國手老班底早早展開集訓 不過旅外的王維中和廖任磊 目前歸期未定 而中職支援的蘇智杰 詹子晴和林華慶等八名球員 在8月20號左右才會陸續加入 職棒好手為戰力提升 但默契配合才是考驗 目前因為人都還沒進來 因為畢竟短期比賽 還是有一個作戰 國家隊是在取勝 所以畢竟還是要玩一些計較性的 也等他們進來我們再來做一個配合 比賽比較多 經驗比較多 希望他們可以在比較關鍵的時候 或是我們沒看到的地方 趕快就是提醒大家 然後讓大家趕快進入比賽狀況 業餘那些中華隊的隊員 也是我在業餘常常有相處的一些人 所以覺得不陌生 因為也是第一次打大型國際賽 這個是一個杯賽 就跟這有輸贏關係的 所以還是現場反應 中華隊預賽與南韓 香港及印尼 同在B組 而中華隊8月26號首戰 就要對決速敵韓國 教練除了表示 將由林華慶扛起先發之外 對於抗韓策略也有初步的想法 會準備滿多位投手的 換的頻率會快一點 因為短期比賽 我希望上去的投手能夠馬上直學 不能有分數拉得太大的話 這樣可能對中華隊來講 會追得會很辛苦 但是能在壓制韓國是最好的 但是韓國這次的陣容很堅強 需要多加油 越想可能會造成自己心裡 越大的壓力 就平常心把它當作空氣一樣 努力投好自己的就好了 對 球員放寬心面對亞運勁敵 其實對總教練許順毅來說 這也是他第一次 執掌中華隊兵符 今年率兵征戰亞加達 目標雖然說得保守 但仍就看得出拼金牌的意圖 應該是搶 坐穩三 搶二 望一 好不好 整個中華隊的戰力上 可能比較擔憂的還是投手 攻擊難力 目前已經從一地訓練 慢慢有在增強 憑著擔任和庫總教練時 對業餘球員們的熟悉度 加上中職和旅外好手的戰力助陣 作為國家隊總教練 是順意盡力整合炒出一盤好菜 讓中華隊展現最高效益 外體新聞採訪報導